錄影片大聲力挺 前臺大校長管忠敏 不當侯友宜副手 照樣喊 唯一支持 宣戰倒數十天 管爺站出來挺漢子 沒有侯管配照樣要C高知識背景 深受藍營信賴的知識藍選票 管忠敏選前 可能成為神秘嘉賓 在造勢場合上替侯友宜加持 被國民黨視為王牌 也是因為這層關係 他能夠擔任校長 也是在我擔任院長的時間內核定的 他明明是卡管黑手 竟然還要硬拗自己是白臉 難道他真的忘了過去 他在擔任行政院長時 是如何卡管的嗎 侯伴質疑 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 為了介入台大校長領選 還特別請示總統蔡英文 希望教育部能慎重思考 最後還換了三位教育部長事件 卡了一年三百多天啊 這甚至比賴清德不進去台南市議會 兩百三十二天還長啊 透過司法打壓 除了教育部卡管以外 不要忘記 還抹紅耶 雙管齊下動用了整整三個部長 在民進黨推出贏德美合體影片 打出817萬得票率的台灣第一女總統後 國民黨立刻以管中敏牌反制 也門真的 沒在怕 靜新聞最好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